五 四 三 二 嗨 大家好 啊 忘記妝外客風了 等一下 有請 這位可以 兔兔媽是個可憐的單身母親 她在16歲的時候跟一個男生在一起 然後會說好像身上了她女人 女兔兔 那我還是想一個好演名 兔 兔兔姐姐 一個可憐的單身媽媽 被父母知道 他未婚懷孕之後 他爸媽無法理由他 說再也不要看到他了 給了他一棟 小別樹之後呢 就跟他斷絕關係 他只能想盡辦法 他只能想盡辦法 用盡全力 做各種打工跟兼職 很簡單講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 兔兔姊姊 也非常的善良 保重不會要求媽媽 要買這個要買那個 他們家還有一個幫的鋼琴 算了我不想有故事 全能處宅改造喔 原本空無螢幕的房間 經過擁有 火鍋般造型設計的設計師操縮之後 變得非常的有口調 木層調的房間裡面 最厲害的就是 室內設計師 引擎有精心設計的這個 神奇冰箱呢 出門 做完 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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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Mu 今天呢 要來開箱這個 森林家族新手包 只是上次拍那個一起逛街吧的時候 我花1999買下的禮物 但其實呢 我為什麼會買那個禮物 是因為我從大一大二的時候 就開始很喜歡森林家族 但森林家族真的非常非常的貴 是一個很大的坑 然後學生時代 因為電用錢很少喔 然後雖然我有打工 但是要花在別的地方上面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買 其實就是買不起啦 但是現在工作了 然後終於呢 趁著藉口拍片開箱的機會 終於買了我最喜歡的森林家族 那今天就來開箱這個 我稱之為新手包的 就是它是這樣兩個組合 然後1999 這個呢是主體 它叫做 它是沒有貼錢 它叫做度假別墅 然後裡面內涵 一隻兔媽媽 然後床 簡單的廚房跟餐桌 沒有廁所 沒有廁所 然後你可以呢 加一點點錢 因為這個組合真的是 特別便宜 買一個兔姊姊 就這樣兔女兒好了 然後會有一些食材 書包桌椅 鋼琴 然後還有廚房沒有冰箱 要有冰箱 然後還有一個電話 雖然這個搭配有點小微妙妙 我真的非常的都很實用 但是真的很可愛 所以我就先這樣組好 這是最基本的 那盛琳家族還有其他的 像是松鼠的家 之類的 那個等以後有錢再買 但我們先慢慢的 把盛琳家族拆箱吧 拆箱 開箱 好 現在要把這個房子拿出來了 喔 噢 有�… 好 我已經大概拆好了 這個裡面呢 包含了一個 這是應該是DDD拉 就是森林家族故事 像這樣 裡面有滿滿就是森林家族的所有角色 然後呢還有一本小書 應該是跟你介紹攝影講 現在出到多少樣的東西 我通常很喜歡這種 我通常都很喜歡這種小書 因為就是 很可愛 我光看這些圖都可以 妄想很久 因為你知道模擬市民電競選手 就是這麼厲害 看到什麼都可以 腦內妄想一波 反正它就是有很多種類的東西 就是產品目錄 然後攝影家的產品目錄真的是超級可愛 好 再來拆開這個之後 有樓梯 有幾個 扶手 扶手 然後還有這是 娃娃屋本體 它有一個 這個耶 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以剪掉 不要拆開 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看 這個屋子 它可以跟其他屋子組成一個更大的屋子 然後呢 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看 這個媽媽被關在 紙做的假的 假的窗戶 假窗戶的裡面 然後它被繩子 接近在這地方 動不了 超殘忍的 動寶協會 趕快聯絡動寶協會 趕快聯絡動寶協會 喔 欸 怎麼 拿不起來 有 這一段 拿東西也可以剪掉 這就是我拆掉 這就是我拆掉的 喔 這就是 它裡面內涵的所有家具 就是 樓梯 這梯子 可以加在這邊 等一下再來研究 然後跟 床 床挺可愛的 它有海綿軟軟的 這樣子 一個枕頭 加被子 然後娃娃 然後蛋包飯 這個蛋包飯可以拿起來 啊 我要給大家看 然後蛋包飯 叉子 然後餐桌桌椅 小板凳 跟這個超可愛 這個小廚房 它有一個小鍋子 這個廚房 這裡可以放東西 然後這個可以打開 這個還蠻厲害的 打開這一點 挺強的 好 然後這個屋子啊 就是因為它有說過 這個屋子就是 你可以跟別的屋子結合 所以它不是那麼簡單 它這個可以拆 然後剛剛說我看到一個 做法是這樣子 就是上面是睡覺的地方 然後下面是開房水 如果你是一隻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做 然後如果你有兩隻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架起來 讓它這樣子 這樣擺 就是看來你有幾隻了 那接下來呢 開箱完 住宅小屋之後 欸 其他東西往旁邊移 住宅小屋開箱了 接下來要開箱這個 還是這裡還是媽媽啊 剛剛那好像是兔姐姐 我是不是都說錯了 這個是 喔真的 這才是兔媽媽 獨居少女 私學少女 然後這是兔媽媽 家具豪華組 喔難怪是媽媽 可是為什麼媽媽會有書桌啊 我就是因為我書桌的時候以為是姊姊 反正呢 你只要知道這兩盒 它就是 故意 一起賣 的 新手包 好 然後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 進來有一包貼紙 哇 就代表說 嗯沒錯 我現在就要來貼紙 嗯 嗯 貼貼紙的地方呢 就幫我快展 但是可以讓大家看我的貼貼紙 挺可愛對不對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那這就是我這次開箱森林家族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森林家族 然後呢 因為 我說過我從大日開始關注森林家族 然後到今天算是 有點夢想成真的感覺 拿到這個東西 到現在還是很沒有實感 畢竟想那麼多年 然後我是覺得真的蠻可愛 蠻精緻的 很漂亮但是 我也可以看他們想像很多 但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深的坑 一年買一次就夠了 真的 然後 希望大家都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留言 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還有追蹤我的IG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至於推不推薦買呢 嗯 可以買一個小的看看 然後你就大概知道 到底還要不要買下一個 測試測試 測試相機顏色 膚色測試 太多了 就可以了 再一次 要結束 我會把他做得知 成功 你應該要做事 你應該要做得知